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做了一些功课 把最近包括TSM它的财报和财报后的会议内容 还有去对比从我们的估值 几家比较热门的半导体的公司 到落实在交易面和技术面的一些分析和制定完整的交易计划开始 我们给大家整体上过一遍 比较热门的半导体板块的个股 那么今天的视频又是比较长 希望大家耐心观看 如果您去找您喜欢的部分 就到我们的时间轴上去跳着看 也很好 还有今天盘后出现了财报 那就是奈飞的财报再次出现了让人大跌眼镜的 结果之前给出的预期是差不多增加2.5mm的新的用户 其实这个指引已经是非常保守或非常低的了 那么今天给出的它现在出现的是一个衰减或者说负的0.2mm的这么一个用户数 当然包括了说俄国用户减少了0.7mm 那么它后面的现在录制的时间 它的会议还没有开始 那一会我去听一下 那么看一看奈飞在后面的走势 从现在的数据上来说 奈飞的走势应该就已经垮掉了 主要的话 我们的担心是是不是真正会影响到一些更大规模的 比如说对后面预期 经济这些的一些影响 我个人现在看觉得未必 因为流媒体现在行业是一个非常内卷到极致的这么一个行业 那么奈飞除了要做游戏以外 看他有没有一些新的想法 比如说广告 游戏 一些附加值会增加他收入的这么一个方式 那么我们开始我们今天的这个分析 首先我们是题目是就是熊市还是衰退还是机会 我们从这个半导体板块的基本面到技术面进行全面的分析 我相信很多朋友在其他博主那已经看到很多的信息 那么我给大家的争取是给大家一些不同的思路和见解 那么我们分成几下几下几个部分 第一是台积电 台积电因为是新出的财报 那么台积电的财报是新出的 所以我们拥有的信息也是最多 那么第二点就是这个AMD和英伟达 这两个是一对 他们的这个技能项目是相对来说有点类似 那么我们再从ASML 这个ASML和AMDT英文材料两个公司的上游 对它的公值进行个对比 那么最后我们是整体的板块分析 然后这个之后我们还对这个现代的盘的走势进行一个分析 好 那我们开始 首先我们先说这个TSM TSM的话前段时间财报 我是特意去看了财报以后 我觉得确实是没有什么问题 就是营收预期都非常好的情况下 为什么市场并不是特别买账 那么我要看一眼它的逻辑在哪里 和大家不愿意买它的逻辑在哪里 那么我在这里面去找到了 他们在对话过程中非常重要的几句话 那么第一个就是continue to observe the structural increase in long-term semiconductor demand 那么这句话其实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因为说就是现在的半导体 我们之前有一个交易的逻辑 是说半导体是现代社会的石油 也就是市场上是一个非常大的周期的对半导体的需求的增加 那么他就讲到了说呢 就是对海基建来说 5G和HPC 那么我还特意搜了 就是比较说HPC就是那种高性能运算的这种 相对的这个半导体所需要的这些应用 是一个multi-year的这个mega trend 也就是说现在这个市场上是一个非常强势的这么一个大周期 那么这大周期是以年未进计算的 那么他说的就是不光是value的 是volume的growth 还有什么呢 就是说就是content enrichment 这个就非常厉害了 就是不仅是量增还要是质增 所以呢 他说台积电呢会非常不错 2022年是非常不错 然后呢 他又说到了一个非常重要的点 就是2022年呢 是strong growth for台积电 那么他说的 他full year的growth 是exceed的这个high-end guidance 那么差不多能达到20% 这是台积电涨幅非常快速的 非常厉害的这么一个因素 那么底下呢 他又说到了是 他这个cross margin呢 是7到8quarter 可能我这个 抱歉 我这个头像可能可能这个打伤了 那我把它放小一点 那么这样的probability呢 他launter他给能达到53% 53% 那么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常 这个非常非常不错的这么一个 一个一个这个cross margin 就是说他的盈利率毛利率 包括他的这个整体上的这个 增长和对2022年的营收的展望 都是极其正面的 而且他认为说这是一个什么呢 这是一个mega的这个mega year的一个trend 也就是市场对 半导体的需求是非常强劲的 好 那么看到他后面还有几句话说的是 这个呢 他又说了 他说啊 他确实是看到 we start to see a little bit soft in these days for smartphone PC tablets load 也就是说消费电子 那么这里包括的是 咱们说的smartphone 包括PC 还有这个平板 它的需求的降低 这个需求降低 我觉得是一个非常make sense的一个事情 因为covid的结束之后 大家回公司上班 那你自然需求对于个人这个计算 或者消费电子的需求自然就会降低 那但是他又说了呢 一些是因为什么呢 包括啊 还有一些困难 包括这个供应链啊 什么什么的 就是供应链啊 包括疫情啊 对他们整个影响 因为现在的话就是 疫情主要是集中在影响生产力 主要集中在中国啊 或台湾啊 这些地方 好吧 那么现在的话 他说的 他又说到什么呢 他说现在是 even a short term with probability of downturn 他说不愿 他不觉得这个会啊 影响too much of TSMC 所以说 他就是说 短期内虽然是消费电子的需求在降低 但是长期内呢 对他们的影响并不是非常大 那么从 为什么台积电的这个啊 这个这个分析那么重要呢 是因为台积电啊 台积电它是一个生产方 也就是 你的这些设计方给他之后 他去制成芯片 就是新元厂的这么一个非常重要的公司 那么他收到了订单 来自于各个公司 那么苹果是他最大的这个客户 那么苹果的订单都是由台积电来做 那么后面还有这个AMD啊 因为大家都在这做 那么这个有意思就是 如果他收到的订单非常多 那么仍然是看到市场需求非常紧 或者说市场需求非常多 我们这里有个逻辑 大家突然觉得需求一下就不行了 那之前呢 我们是出现了叫芯片荒 各个地方都需要芯片 那么我们才过了一个月 我们就从芯片荒变成了这个没人药 那这个变化 也就是说也能体现出市场上的情绪 的这种变化之快 转折之速度 这是也让人非常惊奇的 那么从台积电的这份财报中 我们看到台积电的整体走势 是非常强劲的 也就是说在2022年和2023年 它的走势都应该不受的太大影响 大家的预期的是 大约在24年到25年的时候 会出现非常大的 叫significantly down 那么也是有可能的 可是问题来了 我们看到2024年和25年 有可能衰退的时候 我们在22年还没过完一半 我们就对它进行一个sell off 我们知道市场是看预期的 但这个预期是不是有点太远了 我这里有一个比较大的concern 就是说它的预期 是不是真的太远了 那before我们在做 这个AMD的时候 我们回到正业 也说正业是做什么 我们对这四个公司 进行了估值的简单分析 那么如果大家觉得 我这个分析是比较业余的 或者说我的分析不够专业 那么我也给出了morningstar 上的比较相对专业的 它算出来的一个fair volume 那么台阶现在PE是25不到 然后4P是大为15 我不知道有没有进行 根据R一个更新 然后PS是9 然后它的整体的负债率 也不是非常高 我们可以看到说 它的平均的增长 差不多五年的增长 就是15% 但是今年给出了 将近20% 那么对于它来说 它这个是 这个对它本身来说 这是个非常正向的 也就是说台阶电 整体上来说 这是应该是个涨的 这么一个机会 然后呢 它也是我找到这些股票中 从专业的投资机构 当然你可以说它不专业 怎么都是都可以 morningstar上给出的 就是晨星公司给出的171 跟它现有价格距离最远的 这么一个 你说它的potential 可能是最大的 当然我不排除台海的局势 和未来的 比如说台积电要盖新厂 包括中美之间的政治博弈 还有全球化或反全球化 任何运动中 对台积电 它都处在风口乱尖之上 对它来说 都是一个非常不好的 这么一个消息 但好的消息 我觉得大家好像是 就是自然被它忽略掉了 包括就是三星的事情 那么它的主要竞争内容 就是三星 那么三星现在的制作 这个晶圆出了点问题之后 然后出了丑闻之后 那么它所获得的 这个怎么说呢 就是机会其实是更多的 所以说对台积电来说 这里本来就是一个低估 这是没什么可说的低估 那就是你愿不愿意 在这里承担风险了 好 那我们进入到台积电 我们分析了几个非常重要的内容 也就是台积电代表 就是我们现在半流体产业的 未来的一个展望 那么我们现在看 我们从技术面上 如何去分析台积电这只股票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 首先我们看到是 它的PE来到了历史上的 这么一个低点 你要如果看一个股价 你不能光看价格 你要看它的PE 或者看它PS 它是不是来到 现在来说 它已经来到了 你什么呢 这个4月份20年的低点 也就是说现在的价格跟当时20年的这个低点是差不多的 那么它是来一个比较便宜的状态 那么我们看从技术面它出了什么问题呢 大家看 连续的震荡 大家看连续的震荡 然后形成突破 123456789 正好是什么 九段上涨的完成 那么九段上涨完成了以后 我们看到 它却形成了一个什么 假突破 那就是非常可怕了 那么直接这个假突破形成了以后 那么在这个位置上出现下跌 又形成了五浪下跌 也就是说台积电在这个位置上是一个九段式的周线级别 也就是九段式的一个横盘 然后假突破 那么这个假突破所给台积电带来的杀伤 就是非常巨大的 那么这个时候意味着当时横盘这么多的筹码都在此形成了淘楼盘 我们判断它需要两个非常重要的判断依据 第一 这些筹码他们是不是对台积电有非常多信心 如果他们对台积电非常有信心 你在拉回的时候 他们不出 他们就不会构成一个非常大的阻力 那么这个上涨趋势或者说趋势的反转 就无可能完成 那么还有的就是套到这个筹码中有很多人 或者说对未来确实是看法是确实比较悲观 那么你的任何一个反弹起来之后都会被卖出 那么这就形成了一个巨大的卖压 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测试 或者来看台积电这个走势怎么样 如果你是一个投资者 你想投资台积电这家公司 它有非常不错的分红 而且它对股东也有回报 它的分红不错 它的PE非常低 它离它应有的估值 估值非常远 大家注意 它应有 它现在只有90多 它应有估值是170 那么这个应有的估值离它是非常远的 那么你可以去投资它 但是你要承担的是 它到了这个中线可能就会受到震荡向下 那么如果你是一个投机者的话 我们要做台积电的话 我暂时可能会选择什么呢 选择等它进行一个结构性的确认 尤其是财报一出之后 这个放量的一个阴线 你最好是把它什么 clear掉 就是把它消灭掉 告诉我们说 这是一个真正有买盘的市场才可以 大家注意 这里是一个五浪的 ABCDE 而且是个线段式的下跌 它应该是可以在这里完成 在这里完成一个下跌的走势 同时这里出现了什么 背底部的背离和背驰 因为第五浪比第三浪弱 第三浪比第一浪强 所以说这是第五浪是比第三浪和第一浪都弱的 那么这里形成了背驰加上背离 你的买点如果在这里进 如果我们是一个投机者 我们在这里进 是属于左侧抄底的行为 左侧抄底的话 那么我们要注意 买入的止损价 一定要严格在 99到97到98块钱 这个附近进行一个止损 我们止损其实并不大 大约就是两块多 那么你向上的空间 咱们先不说去177 我们先回到109 那有10块 那么从交易的角度来说 这是一个1比5的setup 只要你胜率20%以上 就可以进行交易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 那么从一个稳定的交易者来说 我会看到什么 我会看到这个地方 首先有一个阳线 去吃掉这个阴线以后 占上我们的两条生命均线 我们生命均线是 EMA的这个13 占上它了之后 形成多头排列的一个上弓 形成多头排列上弓以后 它会出现新的 这个均线的产料 比如说在这 它再做盘整区 所以再向上 那么这个时候 你在这个盘整区的 第二类买点上买 它的这个保险程度会更高 那么从日线上我更青睐于这样的一个方式 尤其是这个阴线压在这里 其实是不容易操作的 所以说这就是台积电的这么一个交易的模式 我们今天从这个基本面 还有技术面上分析给大家 那么如果你是投资 你持有它 就一定要做好长期的大规模震荡 甚至于它后面还有下跌的空间 但是如果你是做空的话 当然台积电是绝对不是你做空的一个理由 因为这里多数的setup都已经是看多了 唯一的不好就是这里掏捞盘 到底他们是长期还是短期的 你不知道 所以说我希望能看到 我希望能看到 是我刚才说的这个买点 这两个买点 激进左侧买点 我们右侧的买点 和投资 你将面对的困难 咱们今天三点都跟大家 三个地方 三种方式都跟大家说的非常清楚了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下一只股票 好 我们来看下一只股票就是AMD AMD最近讨论非常多 为什么 因为AMD它出现了一个问题 就是它的增长不足 也就是说大家对消费电子的一个预期 非常悲观以后 那么AMD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它的增长 它的营收 它的增长 和它本身公司的特性 一定要维持一个高速增长 以维持这个股票价格 但是大家预期AMD有40%多的营收 都是来自于咱们说PC 还有说显卡什么的 所以说对它的影响 如果是放缓的话 那么它的增长 就会受到极大的影响 那这是不是完全是事实呢 我们来看一眼 就是一个是 AMD是受影响 但是为什么它杀的最多 其实真正倒霉的 应该是高通或苹果 但是苹果高通并没有遭到这么大的吓杀 反而是什么 因为达AMD杀的非常厉害 那么这个取决于一个分析师 对它的一个疯狂的一个降级的行为 那么具体分析师怎么说的呢 大家去有一些网站上去查 他们的分析 那么AMD之前 比如说21年的增长量达到68% 它的revenue有68%的增长 20年有45% 也说它是一个进入高速高速增长的这么一个时代 那么我们看到AMD从160多线跌到90多 其实也有百分之多上 将百分之40多的一个跌幅 已经其实price in了很多什么呢 price in了很多衰退的信息 那么我们看到AMD的这个产品链 大家注意 照顾PC 它gaming和这个data center 至少现在还没有看到说 说是gaming这个市场是非常大的衰退吗 包括说smartphone 还有说tablet 还有PC的需求放缓 那么影响的也许是这个 那么我们或者说大家回公司上班以后 对游戏的需求可能确实降低了 但是它的数据的这个中心的业务呢 如果是能快速增长也可以 而且确实是主要的营收 主要的增长的这个komba 咱们说的主要的这个肉 或者说它的margin也比较大 是来自于这个大型的这个数据中心的这种业务 所以说我觉得这里面对AMD来说杀的太狠了 杀的太凶了 我觉得对AMD来说可能是有点不公平 但是呢 这就是市场 市场决定它是涨时跌 那我们来看AMD的公值 AMD这是台积电是24 那么AMD是26 他AMD的增长量台积电是增长20% 我们有一个不成文的简单计算 就是你的增长率如果20%的话 PE给你30 这个东西不贵 就是说我PE给到30 对一个20%50% 20%增长的公司是不贵的 那么AMD的增长呢 有68% 你给到90也是可以的 但是他现在给到了36 那或者说给到20 那么他如果我们说PC的增长 也确实不行了 那么我们只有这个数据中心的增长 那么他没有增加到6% 那他能不能增达30%呢 或者说增加只有20% 跟那个台积电一样 可不可以呢 那么也可以 那么如果增加了20%的话 那么他的PE 咱们就跟台积电去做一个对比 是假设的PE必须得跟台积电这样一样的话 那么这个首先是不合理的 是瞎说了 那他现在这个价格其实也是合理的 跟台积电也是差不到太多的 对吧 也差不到太多的 那么除非是出现真的差到了这种衰退 所以说我觉得AMD从基本面分析来说 紧紧看这些数 我是觉得不太合理 那么这个成型公司给出的这个标 这个价格呢是130 那么很多朋友都说你可以challenge这个数字啊 去challenge他们模型 但是我确实觉得AMD的这个地方是有点杀过头了 是有点杀过头了 那我们来看看AMD我们能不能给他走势对他进行个计划呢 那么AMD跟TSM不太一样 AMD这里走是1234做中枢 又做中枢离开段 那么这个离开段现在是顶分型到底分型这一笔 我认为是差不多结束了 只要能clear97块94的这个高点 那么我就认为说这个地方的底分型形成 那么这一段和这一段和这一段和这一段比都是被吃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时段 缺点是仍然还是那句话 这个地方大量的筹码是套楼盘 那么我面对这个套楼盘又是你们认为这些套楼盘对AMD是一个什么样的 怎么说呢 是一个怎么说呢 它是一个还是一个长线的投资吗 还是对AMD非常有信心的人呢 还是说对VMD没有信心 等着说一回到我一涨回到了你这个成本区立马就什么样 立马就就就就就逃跑 那么我们需要一个观察 但是从整体上来说 它的估值咱们说不管是你说130 那在130在这个位置 也就是说这个套楼器的上演它是它的估值 那么如果我们按照一个成长继续不错的话 按照今年的这个成长方式可能性不大 就算给出30%到40成长方式 那么140到150其实不是特别离谱的这个价格 那现在90多 我们看到如果你是个投资者 它是一个低估了 它现在已经出现了低估除非你对后面经济极其不看好 那么你后面可以分别在83和73进行一个补足 因为83和73是之前长的这么一个中枢或者说盘种区间 那么这个地方自然价格有这个记忆 那么之前这一段和这一段都是价格有记忆的 那么现在这一段一定是有记忆的 所以说最差的话那么可能80多是它的一个所谓的目标价 那是我作为如果你作为投资者的 那这是没有什么问题的 那么再来看它的批评点是在近些端中和和这个2020年的这个低点 也是非常类似的这么一个低的这个值 那么我们再看就是如果从投机的来说 那我们现在有没有机会呢 第一我们这里有一个early buy的买点 early buy的买点是什么呢 early buy的买点就是说底部出现类似的一个结构 那么这里底部结构出来了之后 我认为说就是只要从投机出过超过98块 98块这个附近就可以进行一个什么呢 进行一个投资的一个上攻 那么如果你要是做保守的 我们做右侧的话 右侧的话还是那句话 等到这个地方上来了之后 这均线走好了以后 它的一个回踩 那么它一定要在这做一个震荡 那么100附近做震荡 你再进攻也可以 也是可以的 那么投资也好 投机也好都行 那么如果您是投机 还要左侧 还要承担风险 那么就在这个位置上 这个阳线的这个位置上进行一个什么呢 进行一个博弈 也就是今天稍微比它高一点 差到97块附近做止损 现在是99块多 97块多说错了 这是97块多 那么你的止损呢 大约在94块左右 也就是说我们现在有大约3块钱的一个 一个 一个这个 一个亏损 那么是向上最差去摸13日线 应该到100 就是之前的这个这个底部 哪怕最差最上 它摸到了又100亿 所以说这里面是一个1比1 最差是1比1 如果向上弹的比较高的话 到他这个中国 越1213 那么这个地方 你就有将近是一个1比3到1比4的什么一个交易 也就是说刚才这个刚才我们说的这个交易 如果能回到130 那你想想他这个地方就是30 对3块就是1比10 那么至于是1比10 1比1 那么我不知道 但是我们能知道的是 那么这个交易的话 至少你要有一个1比1到1比2的这么一个 有一个零亏比 我们再来做 那么这就是AMD 好 我们看一下AMD 还有没有漏下了 那么这个增长 我们就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看这周的财报 那么我们最后再说英伟达 英伟达的话是这样的 你看 英伟达最 为什么是市场关注最多呢 因为英伟达的噱头最多 包括我们说的gaming 然后人工智能 包括智能驾驶 英伟达都所有 这个设计 那么去年的英伟达增长有61% 其实还没AMD多呢 但是市场给他的这个估值 大家看到 AMD是英伟达是最高的 他现在的PE仍然有56% 他的4P是32% 那么大家去去查 这些数据都是公开的 然后你可以看到 晨津公司给出的 Fair Value是200% 也就是相对来说 他是唯一一个 他的估值是 他的价格还在他 这个Fair Value之上呢 那么说明什么 说明英伟达是一个 对于如果是顺风的时候 我们注意顺风的时候 市场环境非常好的时候 你一定要去做 比这个估值要高很多的 因为他有很多概念 可以用来炒作 油资也愿意去找这种公司去做 他容易成为市场上 比较强势的这种龙头股 那么在市场逆风的时候呢 我们就去找什么呢 去找那些价值 就是胭屁股 这就是巴威德 他老师 格林赫姆说的 本贵民格林赫姆说的 就是找那个胭屁股 那么这些胭屁股的话 大家一会儿我们会一起放在一起去对比 哪些是胭屁股 那么你看到英伟达的话 这个地方 在逆风的时候都显得贵了 那么顺风的时候 大家注意就要选择贵的 那最贵的就是最便宜的 就是他容易涨 因为他的血头非常多 他的增长强势 而且呢 他的这个业务 业务 我相信呢 这个里我不用多说太多 因为什么呢 因为大家肯定之所以买英伟达 也是看了各种各样的这种分析啊 视频啊 对吧 有各种各样的朋友给你 你可能各种各样的信息渠道就给你讲 他的增长也是没问题的 尤其是元宇宙和这个 这个这个增长驾驶 还有AI和5G 可是我们看到他真正的 就是数据中心业务和游戏 这也个人消费了 这个PC业务 其实是仍然是占他的大头 这两点跟AMD是差不多的 而比例都差不多 他真正这两块还没有开始做起来 如果这两块能做起来的话 就是市场愿意给这两块 更多的potential 也说市场其实在price in 更多的这两块的这种 automobile啊 还有这个professional visualization的这种增长 那么这就是市场 为什么愿意给他 还有这个data center的领先的 这个这些东西 就是他市场愿意给他更多的估值 应该说是比较青睐于英伟达的 所以说我们在顺风的情况下 去做英伟达 在逆风的时候呢 我们暂时不这么做 好 那我们再来看一下 对于英伟达的这个走势的 这个我们再看他的走势 这里呢 我就觉得这是没有特别好的trading的机会 因为这里是个三重或四重底 三重或四重底 一般来说 从技术交易来说是比较弱的 那么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技术分析来说 这比较弱 我认为他在这里形成一个 啊 真数带之后 我要期待他这里下降之后 他应该有一个跟amd一样的一个离开段 就像amd一样 他这里是一个离开之后 这里出来的买点会比较solid 那么现在的话 你说这翻翻上去可不可以 可以 那么如果你说我就要做英伟达 你就在这买的话 那么你一定要严格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200 我们再多少呢 这个212块左右进行一个止损 那么有些朋友说我270280 在这顶上被套了 那么我们之前分析了多次 如果做交易的过程中 这里是非常漂亮的setup 这是一个a 然后这是bc 然后呢这是wd 你几乎找不到比这更好的setup 然后这里是带样的带量的大阳线 然后呢这里是直接闷下去 大家想想带量的大阳线 直接闷下去 那么这些是最容易产生 那么在这就最容易产生逃劳盘 那么这也有逃劳盘 那么你在上涨的过程中 相对来说就比较困难 所以说从投机的角度来说 我没有找到一个非常好的setup 对于英伟达 所以我觉得英伟达这个地方 作为投机 是相对困难的 除非市场情绪变得非常快 我们立马从加息 就害怕 转向了那种Race Con 大家疯狂了 就回去买 就20年回来那种感觉似的 好 那么我们之前说的 这四个公司的固执 那最后我们再说一遍MAT MAT的话 我们看到的是 它现在P15 它的4P 它的增长也是非常强劲的 它的增长也有40% 所以说 它这个数字序不太对 就是这个Waring Star 但是Ener Per Share 我们说的Revenue Revenue增长40%的话 那么给出的Fair Runner是142 那么142的话 大家可以看到 我们看看 我们看看AMAT 也就是说 如果半导体行业能继续成长的话 那么AMAT它是不会跑的 所以说它的走势 跟台积电特别像 也是横盘了一段时间的突破 结果形成了假突破 也是形成了差不多一个五浪的注目下跌 所以我们的计划跟台积电一模一样 就是如果你是投资 这里完全可以尝试 但是如果你是投机的话 我们仍然是这里一clear 117买突破 那么向上的话目标124 如果是没有的话 我这个地方就着急买的话 你的止损在115 那么跟台积电的走势是差不多的 它都是这样 所以我们两个个礼拜都可以来一小波 但是至于这波能走多大 那要看市场的 给出这个市场 有什么样的一个风格和估值 那么这个前面的几波 它还都是走出了波段 信号都是给出了波段了 那么现在AMAT仍然是 大家可以看从P的角来说 它来到了20年的相对来说低点 那么就是大约134的 这么一个状态 那么我们突然间说 对半导体行业的需求 如果是降低的话 那么AMAT肯定是非常大 受影响的 但是从台积电财报来说 它需需求端 在其他方面仍然有很大的需求的话 那么对于AMAT的前景来说 我觉得还是不错的 我觉得AMAT还是很稳的 好 那我们来给大家做一个第一线线图 那么我们做的这线线图 就是我们来做 就是我们首先要看价格和 这个价格的定义 就是咱们说的估值 包括我们说的 Price Per Sale 或Price Per Earning 就是PE或PS 还有或者PB 还有这个Dep Ratio 那么我根据它的价格 和它的成长性 进行一个划圈 那我们希望最后买在这块 就是价格又低 成长又好的 那么像因为价格高 成长不错 那么AMD价格相对比较低 成长也还不错 那么这里呢 这里面TSM价格低 成长相对比这两个要弱 那么英特尔的话是这样 价格极低 但是呢 没有任何成长 还甚至是负成长 现在的话 当然了影响 我们这里有一点我没有说 影响他们俩的主要 还有一个原因 就是说英特尔呢 开发和这个 有很多的这个进步 开发的这些新的这个 这个芯片 还有说它的芯片上的进步 可能对他们俩 又产生了新的这个威胁 对他们成长 产生新的威胁 那么可以是 但是我个人对英特尔的这个了解 或长时间观察来说 我觉得可能性也不是非常大 因为英特尔确实是比较一般 确实是比较一般 所以说我们看到的就是 是这样 是这样的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 就是如果我们选择的话 我自己去选择的话 我可能会选MAT 因为第一个呢 就是我们看上页啊 它的这个估值呢 P是偏低 比较合理 而增长也比较高 它不差 然后呢 你看到这个 如果我们就是一个 叫做傻瓜分析法 就是我们就看啊 我们就看什么呢 我们看 这个我脑袋又把它顶挡住了 这是Ferror 142 那么现在价格 距离它的空间是50%多 跟TSM TSM比它多 TSM差不多有百分之百以上了 对吧 90多嘛 现在171 就是将近百分之百 那这50%多 那这个AMD呢 现在90多到130 它一百分之百四十多 英伟达是负的 那么你看如果是AMAT的话 那么它第一呢 它的PEG最好 就是它的 这个如果在1的话 就是又成长又便宜 那么这个数越小越好 那么1.84 1.22 158 102 那么这个对低 还有点它的这个稳定性 我个人也觉得最不错 所以说如果 只要在这个TSM和AMAT里面选的话 我选择AMAT 那么在英伟达和AMD选的话 我会选择AMD 那么市场的情绪是瞬息万变的 那么你具体怎么做呢 那还得到时再说 但是我在做完功课之后 我觉得就是说 我们不光看到potential的影响 我们也看到了它的风险 那么我也知道 大家意爱达的粉丝是最多的 那么大家呢 也可以不同意我说的 那么你去做的话是也挺好 我觉得因为大家也没有问题 但需要的时间呢 可能就会稍微长一点 因为毕竟现在套牢的盘 也是非常多的 那么对于半导体整个行业来说 我们来看看SMH 那么干脆就看SMH的走势 SMH的走势呢 其实是不错 A12345 而且这来到了一个非常大的 一个中枢盘整区 回到了所谓的梦开始地方的其中一个段 我们今天这里出现了一个 昨天出现了一个earlybuy的信号 那么我仍然是觉得 这里不出意外 可能会有一个 至少有一个反弹 向上反弹的这么一个机会 对于半导体板块 我觉得应该是还可以 应该是还可以 那么我们的另外一个30分钟的交易系统 今年做半导体板块的盈利是非常多的 为什么呢 因为半导体板块它今年是挺好做的 是因为半导体这边是涨跌都比较凶猛 那30分钟的话 你去抓这种30分钟的趋势 就是比较厉害 比如说我们做SOXL 那么我在这个地方的今年的盈利 就是这个地方达到34% 那么30 398吧 那么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因为下跌的每一段都能吃的比较大 下跌的每一段吃的比较大 上涨反而不太容易做 那么这个地方呢 我觉得30分钟的话 我们把系统关掉 那么也是出现了一个所谓的 可能是个底部的这么一个区域 那么如果我们是在这个底部 它能突破上去回踩下上 那么这就是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买点 那么如果这个底部不行的话 它再跌下去 我们就要马上止损出掉 因为这个底部很可能要测这个低点 或者比这个低点更低 做离开段 那么整体上来说不容易做 整体上来说不容易做 如果只做多的话不容易做 而且套楼盘非常多 市场对半导体的负面消息非常多 那么半导体和交通运输 都意识着对经济的不看好 我们现在看到国债市场这么大的波动 都是对未来经济不好进行一个pressing 或者是一个预测预期 所以说真正的交易者的话 可能我觉得还是等他走好再做 如果你真正雄稳的话 我觉得应该等走好再做 好 那我们现在看一下今天盘后 奈飞的走势非常不好 那么我们今天看QQ本来呢 是这里面是一个非常不错的一个反弹 但是今天奈飞的不好的话 对他来说这个影响也是非常的大 也是非常大 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眼 就是从期货的角度来出发 我换成30分钟的 30分钟的图上来说 我认为30分钟图可能是一个走势的一个完结 那么我们就看到30分钟 这是1 2 3 4 5 6 7 那么整个这个下跌段应该是什么 我认为是完成了 因为只要这个地方突破了之前的这个高点 这个高点 那我们可以认为说是对这个下跌趋势的一个破坏 同时呢 如果我们是看线货 同时看线货的话 我们可以看到这里有一个趋势线的这么一个突破 我们可以看到趋势线的一个突破 那么我们这里有一挤压的模型 整个这个位置上是走强了 但是今天盘后奈飞走的比较弱 那么这个1 2 3 4 5 的5分钟这段应该是什么呢 应该是又要走完了 那么就看他我们后面 就是说这个非常差的这个走势的话 大家看我们是形成两种可能 那么你要看他的回拉 比如说我们后面的A B C C这样走 把这里做出了一个什么呢 做出整个做出下上下的一个中枢的一个扩展 那么这个就是比较强势 那么如果我们的这个回调非常的凶猛 那么我们就是拉上去之后 这回调直接就走成这样 那么意味着什么呢 意味着30分钟的30分钟的这个趋势没有结束 而是进行了一个扩展 那么这样的话 他就形成了一个 那么看这样 1 2 3 4 5 6 7 8 结果就扩展了 走第9 那么也可以 那么就在9的这个位置上进行什么 进行买入 那么我们就是如果走差了 我们就是这个是个买点 不要在这个店买一定要比他低 做离开段 因为什么 因为这里就形成了盘整区域 那么这里有两个 那么就是在这个离开段做 那么这是弱的 弱的 那么我们看走这儿是个买点 那么如果要是走成 比如说走的比较好 那么什么意思 就是这走走 在这盘整 那上去之后 那我们就在这买 在这买 做看多做多 这是我们现在对一个大盘后面的分析 那好了 今天呢 这个视频又是非常的长 我做了非常多的功课 如果您呢 喜欢我的视频 就给我点赞 然后呢 转发 希望大家支持一下我们的频道 每次做视频花时间很多 不太容易 非常感谢大家了 那么如果有意见 建议和任何问题呢 还在我们的留言区留言 我都一般会给大家积极的回复 那么今天呢 我们就分析到这里 视频都是我个人的分享 作为投资 不作为投资建议 而是一个教育和分享的目的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